歡迎收看新聞英語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我們新聞英語解析時間了 而這個時間是專門針對於國內外重大新聞 來加以分析 那麼特別從這個英文的觀點 一方面提升我們英文閱讀能力 再方面從英文文章中 更能夠增加掌握整個國際局勢 好的 那麼今天我們要講的有關新聞英語的標題是 台北呢 台風 上次我們還講這個Tropical Storm Tropical Storm 熱帶的風暴 但是今天就直接升等了變成台風 直接講台風了 Infars 這個煙花 煙花持續我們的 上一次的這個 這個台風的整個呢 報導的持續 來看一下這篇文章 那麼在這個 Infars 煙花的 Periphery Periphery 我們上次講過它的這個名詞叫做 周圍 也就是我們講的外圍 外圍 它整個外圍 我們經常說的什麼外圍環流 它整個 這個外圍整個 台風圈整個 嘩 整個旁邊那個整個 刮起的整個那個外圍環流 那麼Dumb的 Dumb的就是 到底是請到 你整個全部倒出去了 請到 所以是我們 類似我們叫什麼 Through away Through away 把整個倒掉 或者Upload 或Empty 清空了 整個清空 Dumb 整個倒 到處就像請到 倒 Through away Heavy rain 這個超大雨 Heavy rain 就是這個雨 是用倒的整個 啪 排山倒還這樣過來 那麼over 那麼針對誰的地方的整個 往整個地方 跑呢 這個水 Northern Taiwan 這個北台灣 所以這個其實是 這個差別很大 之前呢 我記得在這個 好像是這個 幾個月前 那麼台灣還整個因為這個缺水 鬧得這個沸沸揚揚 什麼啊 中部沒水 北部什麼 各地全台都沒水 整個鬧 鬧水荒了 甚至有很多人都開始要 分區供水等等之類的 結果到現在來 不但水非常的多 可能造成水災 這個 太多雨不及 都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如何能夠封條雨 這個是非常 可能要從整個人類的這個 對於這個 大自然的保護開始鑿起 不然的話 這個整個不是太多 就太少 太多太少 所以整個呢 對北台灣造成很大的這個 這個 這個豪雨 好 那我們看一下整個今天新聞的標題 也就是 太空到底進展的如何呢 我們看一下 太空InfraBroad Broad Broad 帶來了 Torrential Torrential 就是這個 形容詞 它是一個 類似Strong 強烈 強烈 Torrential 也就是我們講的Heavy 強烈的Rain 這兩個加起來 就跟我們講的豪雨 豪雨 嚇 也是那個雨非常恐怖 嚇 就像那個拍山倒海一樣 所以那個 現在大陸也是這個 好像是鄭州 那邊也是發生水災 那水真的洪水 啪 下去 非常恐怖 洪水 這水災 所以豪雨這樣一下的話 造成整個水的淹 淹水等等之類的 也是非常恐怖的一個事情 好 Torrential Rains 對這個 Nurin Taiwan 很多人就說 這個北台灣最近的事 這個就是說 事情七二連三 七二連三 就從疫苗 這整個這個 這個疫情是從北台灣 這樣開始出來 然後這個也是從這個北台灣 所以這個北台灣 剛好這一次 在今年可以說 事情比較很多 那當然我們 全台灣人都要齊心齊力 只要齊心齊力 全部都輸在這個島上 所以我們看一下 In front of broader Torrential Rai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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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台灣 在這個Sursey 在禮拜四 Earth Earth Closer 注意這個Earth 這個地方 這個Earth 很多意思 有時候翻成如同 像 like 有時候又翻成這個 雖然 用在所謂的島莊劇裡面 叫做雖然 之前我們也有見 在那個 偶露 露的劇情裡面 講到耳食 那把名詞移過去 變成一個雖然劇情 那這個地方 又是另外一個 想當的意思 是時間上 所以這個耳食 真是百變金剛 很多意思 那麼所以說 當它呢 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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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個字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畫畫的畫 通常這種畫就是樹苗 然後 那麼因為還有一個叫Paint 那這個Drew呢 那麼它是畫的 除了畫的叫拉 所以以前 國中會考就考了一題 叫Drawer 就是Draw 再加er 那就變成一個抽屜了 那很多人說奇怪 這個畫畫怎麼變抽屜呢 那就是因為它有另外一個叫拉 它把東西拉出來 就是Drawer 叫抽屜了 就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Drew 那過去式呢 是Drew Drew Drew Drawer Drawer 那所以說它的動詞三代叫Draw Drew Drawer 但是呢 更有一個字會形成D-R-O-W-N 這個叫Drawer 這個叫Drawer Drawer 它發O0 這個是發R0 叫Drawer 那這Drawer是什麼意思呢 就很像它的這個過去分詞 它這個呢 它的圓形像它的過去分詞 差一個O跟A 那它的意思叫做 逆B 或者是淹死 逆死 逆死 淹死 那它的動詞三代就規則變化 叫Drawer Dra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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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規則加E 第一 這兩個很容易被弄錯 很容易被弄錯 我們順便提一下 所以說當它Drawer Drawer 拉得比較近的時候 那就是什麼 Approach 越來越接近台灣 越來越接近台灣 那麼 Storm's Periphery 那麼這個暴風的 就是所謂這個颱風的 這個 整個外圍環流呢 Dumped 就請到了超過 我們看一下非常恐怖的事情 200mm 這個mater 大家知道公尺 mini是千分之一的意思 那這個單位名詞叫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公尺呢 這個叫毫米 毫了 毫米 就千分之一公尺 毫米 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 但是它是200喔 200就很多了 200很多 就超越 超過了200毫米 那這個雨量 Over 那整個這200毫米 整個鋪天蓋地 是放到哪邊去呢 放到整個這 新竹 新竹 以及苗栗 也就是說 在光新竹跟苗栗這個地區呢 在 這個 昨天還是前 這兩天 就是所謂的722號 就已經倒入了200 超過 Montland超過200毫米的這個 雨水 整個倒在這個新竹苗栗 好 那麼 在什麼 Wisling 更恐怖的是時間非常快 在Wisling 24小時之內 所以說這個水是 人家說水火無情 火是蔓延的 是啪 整個一下就 燒到整個森林 水勢也是非常快 啪 拍山倒海 水火 非常恐怖 水火 好 那麼24小時 24小時內 那麼Wisling 就是在什麼 這個Wisling 你可以用在空間 以及用在時間之內 都用在Wisling 很快的在20小時內 它就整個 到了200毫米 這水在新竹苗栗了 當然現在是不是又 又往台北或是不知道 整個北台灣 這個現在是水患 對 那Storm 那麼整個暴風雨 Is current Currently 這個字我們連續講好幾次了 在會 大學的學測也經常考 就是現今目前 如果如果 presently 以及我們叫 nowadays 這個就不太多說 說了好幾次了 這個叫目前力 Locate 這個字我們就不得不提一下 Locate 它是L-O-C-A-T-E 這個叫 位置鎖定在 位於什麼 位置鎖定在 位於 Locate Locate 這個字通常它是用被動 就是什麼地方 坐落在什麼地方 Located 然後後面會放 當然是 in或at 或者on 它隨著地點 可能是在上面 可能是在小地點 或大地點 不一定 或者等於我們用一個字叫 sich sich-a-t-e sich-a-t-e 也可以 就是坐落在什麼地方 它通常用被動 那除了一個字用主動 就是在這個字 它也有一個用 Lie-in 就躺在什麼地方 那就是位於什麼地方 這個字用主動 而這兩個呢 Located 跟sich-a-t-e 是用被動 那麼位於什麼地方 那過去是呢 就變成累了 因為它有一個是 Lie-le-ling 它也是有一個這個 圓形過去是過去的 就放置或位於什麼地方 Lie-le-ling 好 那麼它就坐落在 East South East South East 我們知道叫做 東南 東南那個East 那就是東南又偏東了 東南東 東南偏東的方向 那麼台北的 現在非常恐怖 已經到了台北 那當然這個新聞 現在可能又更近了 在台北的這個 台北市的這個 東南偏東 這個這個這個 我這個地方一直直哭而來 但是呢 If it continues 如果它持續的 它的這個目前的 Current 這個行動詞 當然剛剛有一個 Currently 那麼這個變成 又一個行動詞 它目前的一個 Path 就是行經的路線 Path 是一個名詞 就是路途路線 這個路線不變的話 那麼 這個 Hes Periphery 那麼它的外圍環流 這樣會 Skirt 這怎麼跑出一個裙子出來呢 所以它被追了 這個字呢 它有兩個 這個詞 一個是名詞 這是我們講的這個裙子 女生在穿的裙子 Skirt 這大家都知道 但動詞呢 這叫做什麼 在什麼什麼的邊緣 在什麼什麼的邊緣 那外圍 也就是說 擦邊球 擦邊球 擦過去 那換句話 加快點 我們再把這個看一下 這個外圍環 Skirt 這個擦過這個 Age Age 就是邊緣 擦過這個邊緣 什麼意思呢 Noran Taiwan 北台灣的邊緣 On Friday 那就是今天呢 今天報導的這個時間 是禮拜五 禮拜五 那麼就是在禮拜五的時候 會擦過北台灣的這個邊緣 End Saturday 以及禮拜六 就是五六兩天 不過看這個 整個的這個 從這個氣象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非常非常的歸宿 歸了 爬到 就是 它新聞報一個 它叫小碎步 很慢很慢 很慢 很慢的話 那非常好 大家有時間 我上次有講過 但是它也不斷在吸收 很大很大的水汽 不斷的加強它整個外圍 哇 這樣一直一直一直吸一直吸 所以會不會到那個地方 又造成 水 整個水災災前更嚴重呢 所以說 現在應該是 很家家戶門就在準備了 隨沙包啦 或者是整個 工作都已經在開始做 因為越晚 越慢的話 它造成的傷害可能搞不好 越大 所以我們也不得不預防 那麼當然也聽說各地區 尤其台北地區很多地區 本來要吃打疫苗的時間 也延後 或者也就是另排時間 所以說這整個 這造成很大的影響 OK 所以說這個北台灣 是禮拜五 是禮拜六 Friday and Saturday 那麼帶來了 Heavy 就豪雨 那麼 這個 bring heavy to 到達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叫to extremely 這個字也經常出現 extremely 就vary的意思 像我們說極限運動 就經常用extreme 這個字 extreme sport vary的意思 或者是greaterly 很強烈的 那麼這個極端的 這個heavy range 豪雨 這個變那麼大 那麼這個豪雨 across upper upper 這個特別注意 upper 上步的 上步 上步 就是上面 上面 那下面的 相反叫lawyer 比較低的地方 下步的 下面 那麼這個地方叫 upper half of the island 就整個北半部 北半部 也就是說 從這樣看起來的話 那麼南部 各縣市呢 或者是高雄 屏東等等 街等等地區 可以稍微 收一口氣了 收一口氣 就跟這個 整個疫苗一樣 也是 整個疫情一樣 現在也是南部 也是這一次也是 災情比較輕一點 比較輕一點 但是我們說過 整個全部的台灣 也是同島 大家是一個生命體 所以說 不分南北 能夠幫助 一定盡量幫助 南北這個 都是同一個 國家的人 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說這個 這個叫做 這個 Lowyer跟 upper 就是上半部 就是台灣北端的 等到北端 好 那麼也期待這個 在 今天或著明天 這個 煙花能夠趕快 像煙花 散掉 然後呢 施打疫苗的進程 能夠繼續不斷的 持續 使得內又外話 能夠早早的 能夠結束 當然也期盼 整個全球的 因為這個 不是只有台灣那麼地 整個全球的疫情 能夠 很快的趕快 將來經濟 能夠趕快 恢復 這是最重要的 好的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為大家所分析 有關於這個 新聞域解析的部分 當然也希望 如果今天節目 大家覺得 對你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 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 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受到我們 最新最新的新聞新聞 解析 期待下次新文藝解析見面 謝謝